国民党的党产风波 让前总统马1924号 邀请大佬餐序的时候 募到了200万元 不过呢 却被自家人蔡正元频频笑说 这么少还好意思拿出来 也看不干 这募款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有一位经营餐饮业的王先生 上午就到了国民党中央 捐了200万元的政治现金 他说了 自己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过去也没有捐钱给国民党 这一次呢 是愿意捐款 是想呼吁大家一起拉国民党一把 口口声声挂着感恩的心 自称并非国民党员的王先生 大方捐出200万给国民党 24号晚上 国民党主席 前主席他们一个会议 当时捐献了200万 下了飞机就打电话给国民党 这里 我说我也希望 能够抛砖引玉 我也捐200万 我不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我不是 但是 我40年出生以后 我一路上来 我感觉到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给台湾带来了一个安定的社会 经营海鲜餐厅的王先生 用企业名义捐出200万 呼吁大家一起拉国民党一把 时间可能也很短 也就是问问我 这个感恩啊 就是谢谢啊 谢谢我这个 对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现金 我是特别把这个捐献叫做感恩现金 除了支持者慷慨解难外 国民党募款脚步勤 一边党主席 举名担保出免借钱 共筹了9000万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母亲就大方出借4500万 另一名不愿表态的企业家 也同样借了4500万 就这样借给国民党 才让基层党工9月跟10月的薪水 终于有了着落 在没有担保 没有利息的情况下 就借给了国民党 由洪主席来具名 让我们来度过这个难关 但总不能越越靠着借钱 国民党内发起的特别党费 劝缴活动 目前成效有限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振元 隔空开呛说 包括马英九 吴敦义朱立伦等人 都是缴20万元 跟大酸 马英九找大佬参序 一周人只募到200万元 还好意思拿出来 国民党一边喊穷 号召捐款 但另一头却又不断曝露出 党内歧见跟丑态 说要欲活重生 还真让人摸不着头绪 欢迎收看江浅东 吕扎横台北报导